主料,高筋面粉300克,辅料,奶粉20克,水160克,蛋液40克,糖48克,酵母4克,黄油30克,盐4克,黄油30克,糖粉25克,鸡蛋10克,奶粉3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。 原料,高筋面粉300克,奶粉20克,水160克,蛋液40克,糖48克,酵母4克,黄油30克,盐4克,奶酥馅料,黄油30克,糖粉25克,鸡蛋10克,奶粉30克制作奶酥馅的黄油软化备用。 将除黄油以外的所有材料放进面包桶里,先放液体再放固体,选择和面程序,时间设置20分钟,搅拌15分钟后,加入黄油,黄油不需要软化,再选择一次和面程序。 搅拌20分钟后检查面团,用手能拉出薄薄的一层,极有弹性的手膜即可。 选择发酵功能,发酵到面团两倍大,取出面团,进行排气,轻轻的用手按压,使里面的气泡排出来即可。 面团揉圆醒发15分钟,醒发的期间可以制作奶酥馅,将软化的黄油和20克糖粉,鸡蛋10克,奶粉30克混合搅拌均匀即可。 把面团改成长方形,在上面均匀的铺上,准备好的奶酥馅然后卷起。 接头处要弄得薄一点,用刀菜一侧画个口子,拧一下,然后放进面包桶里发酵,做的不怎么好看,将就着看吧。 发酵一个小时,8分满即可,取烘烤功能,时间40分钟,烤色中,面包出炉,我在烘烤结束前30分钟刷的蛋液,这样颜色会显得深一点。 刷蛋液也是突然想到,然后就刷了,下面没有写材料,成品图,哈哈,适不适合前一点时间做的次书吐司有点像,烹饪技巧,加了一点奶酥馅味道就是不一样,很简单,有空可以尝试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